而且它这个棉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星星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你们都非常想看 而且我自己也很好奇的一期内容 那就是网红店本店的衣服 和那些打着同款旗号的衣服 对比大PK 我们呢就来看一看 这些便宜了一大半的衣服 到底会真的是不是一样 好啦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记得三连走起 这次的测评呢 我一共选择了两件 分别是双11我在雪梨 以及张大姨家购入的衣服 第一件呢 就是这款复古娃娃领羊毛双面泥大衣 另外一件呢 就是超可爱的美少女战士联名的居家服 这两件衣服呢 我都已经穿过了 而且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脏 在测评上 我觉得还是占了一点劣势的 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到的双面泥同款 江江江江 就是这件 不要怀疑你的眼睛 这件衣服可是比网红店整整便宜了 457 这件衣服我到手的时候真的是吓了一跳 你硬要说它是别的衣服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两件的颜色 很明显完全不一样 雪梨家的这件呢 算是一个很正的蜜桃色 那这个同款的呢 有一点像焦糖西柚色 而且呢 这个同款的料子 不是我说你一摸就知道是那种含羊毛量特别少的泥子 可能新的时候啊你们不觉得 但是这种料子就你穿久了摩擦多了之后就会有这种起容的感觉 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很容易显旧 明明是今年新卖的新衣服 为什么才穿几次就像是压箱底的古董货 还有呢就是人造纤维啊始终就是没有那么的保暖 像雪梨家的这一件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双面泥材质 而且呢这个衣服上面是有这种水洗标的 上面就写着连接线除外100%绵羊毛 而且呢它也写了洗涤的方法 那我们反过来看一下这个209块钱的版本啊 它是完全不代标的 也就是说它到底含有多少的羊毛含量我们是不知道的 甚至呢这件衣服啊100%的人造纤维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它也没有标嘛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 对比一下它们两个的做工 整体的走线呢其实都还可以 但是呢这两件的扣子是不一样的 而且缝的方式也是不同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地方就是这件衣服你说的是同款 但是这件明明是假棉的啊大哥 接下来就是衣服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版型 再贵的衣服啊只要版型不好看 在我眼里依然是一文不值 但是19块9包邮的T恤 只要它的版型好看我依然会回购 这两款呢我买的都是M码 雪梨家的就是版型比较宽松 然后侧边的余量会比较的大 像双面泥这种材质啊 穿起来就是会比较的显瘦 然后比较飘逸 那这款平替呢就是比较修身 给人拘谨的感觉 而且它是假棉的嘛 就没有那么的轻盈 整体有一点点的显胖 这个颜色上身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的显黑 还是那种涂里涂气的感觉 这两件衣服对比下来呢 我觉得完全没有可比性 肯定是原版胜出 但是呢我现在就非常的好奇 这个209块钱还包有的夹棉大衣 做工是如此的偷工减料 那它里面夹着的棉花会不会是那种黑心棉 所以呢我现在就决定现场把它给剪开来看一下 它里面到底夹了什么 哇哦它这个棉真的很薄耶 我怎么觉得比护垫还薄 给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 哎真的很薄耶 你看 一下就扯破了 就感觉一点都不保暖 而且它这个棉 感觉怎么 感觉手感上不是纯棉 而是娃娃里面的那种填充物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拿出来的棉花 我们先把它烧起来看看 如果有黑烟就证明是人造纤维 你看这边哇好大的黑烟 所以说啊这件衣服它给我209块我都嫌贵 我觉得真的是那种一百出头的工厂直销的衣服 现在我觉得买了这个衣服的人肯定会觉得自己是赚了 但其实他们才是真正被商家给宰了的绵羊 好啦下一件这个呢是一件睡衣 价格上呢其实相差并不是特别的大啊 张大一家是卖179 平T的话呢是119当中相差了60块钱 首先呢我们还是一样先来对比一下颜色啊 从屏幕当中应该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偏米白一点的白 那它的话呢就是比较本白色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它们的手感 其实它们俩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我甚至觉得平T的这款会更加的柔软一点点 这两款的面料呢是比较的相似的 但是原版的毛毛感觉更长 然后平T的话呢有点类似毛巾的感觉 做工上呢其实差别也不是很大 但是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刺绣的部分 确实是不一样 不过是穿在里面我觉得影响也不是很大 最后呢依然还是版型的问题 我分别把这两件都上升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件呢我买的都是L码 因为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宽松一点的睡衣 但是明显可以看到平T款它的版型会比较的小 领口呢也没有那么的大 看着会比较显脖子短 那穿上呢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宽松 原版的话呢就是宽度很够 看着没有那么的包身 那米白色呢我觉得会比本白更加的高级一点点 试穿过后呢我觉得原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标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比较软一点的材质 它现在是这种硬邦邦的你知道啊 我觉得作为睡衣来说它不是很舒服 可以稍微的去改进一点点 这件睡衣我在买的时候呢 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贵了 因为它一升下来要300多块钱 买它呢也完全是因为我喜欢美少女战士的这个IP 但是啊睡衣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对版型没有那么在意 只是想穿着它去遛个狗取个快递 那这件平T呢也是完全OK的 好啦今天测评呢已经结束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衣服这个东西 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大家呢都会说网红店赚钱 但其实平T的店它也没有少赚啊 所以呢我觉得啊 大家没有必要去追求价格 然后放弃质量 毕竟人靠衣装嘛靠安 衣服的好换呢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好的衣服是可以提升你个人的一个气质的 而且品味啊也会看上去高级很多 好啦今天就这样吧 你们想看什么内容呢记得在评论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哎哟